好,比赛即将开始 首先出场的是炼俊杰 炼俊杰的第一跳是407C 向内翻腾三周半报夕 啊,还是不错 在上午的比赛当中 我也和大家说过 运动员在六轮的比赛当中 会选择自己 更适合和更稳定的动作 作为头一跳 好,这一跳得到了86.40分 竞赛心里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啊,稍微好 有一些出路也是因为他的这个起跳啊 膝盖的位置总是蹬不起来 我们这一次的运动员的每一跳 每一组成套要求就更高 杨浩预赛,杨浩的比赛当中 啊,预赛和半决赛都是以第一名的身份 啊,进入到了今天下午的决赛 杨浩的比赛来到第二轮 首先出场的是炼俊杰 他的这一跳是626C 比利向后翻腾三周报夕 在跳台后面站着的一位呢 也是我们的工作人员 他的主要目的呢 就是看着运动员在做比利的动作 有没有出现两次起跳 也就是说有没有手移动啊 时间报告给我们的裁判长 啊,目前在男子十米跳台上 也只有他一人能完成这么高难度的动作 起跳的时候啊,还是有一些不够 力量不够 我们看到他的这个身体的位置 还是有一些往后坐了 我们可以看一下慢镜头 脚腕的力量不够 所以入水呢也是有一些钻进去 但是水花效果处理还是不错的 这一跳是运动员的运动训练 和程序化参赛的方案 这一跳是杨浩 他的第二跳是5253B 之后呢 再根据每年的这个国际比赛呀 制定国内比赛的时间 同时呢 要根据全部的竞赛计划 来制定训练计划 有着密切的联系 每一个阶段所取得的成就呢 也预示着人类文明的进一步提升 你比如说就拿现在的这个比赛来说 在非常时期的非常比赛 我们也是通过5G 给大家 而且我们可以看到整个的比赛 应该说还是非常的流畅 同时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动作延时的分析系统 运动员在跳下来之后 在第一时间看这个电视的大屏 就能看到自己的这一跳是怎么样的 能得到反馈 对自己的动作和感觉呢 也会更加的直观 好 这一跳是杨剑 626B 地力向后翻腾三周去体 我们看到它的起跳推台呢 应该说向上的力量太高了 而向后 也就是它的抛物线不是特别好 所以我们 不错 挽救的不错 其实在起跳推手 我们看到它在入水的时候呢 利用这种松腰带的这种技术 把水花压平了 这一跳得到了96.25分 还是不错的 起跳的时候有一些靠上身去发力 所以打开入水的时候也会很难控制 我们看到运动员所站的这个跳台 抬头的位置 其实是很薄一层的 当然是非常坚固 因为在国际泳帘的规则当中 跳台的抬头是不能超过20 所以呢 对于跳水的设施 包括 杨剑 这一跳是5156B 向前翻腾 三周拜 转体三周 1.5的高分 这一跳得到了108点 然后的第二 第四跳 307C 哎呀 不够的有一些多呀 奥运会现在常设的项目呢 是8个项目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4个单人以外呢 还有4个双人项目 其实现代跳水运动呢 是始于20世纪 在1900年的瑞典运动员呢 就在第二届 5253B 对于练剑结来说 他的整套动作难度系数是比较低 只有20.1 所以呢 他如果想要达到一个很好的分数 达到对内所提出的标准 那就需要有更好的动作完成质量 他的这一跳是73.60分 现在总分是414.55 然后剑的这一跳207B 向后翻腾三周半躯体 哎呀 杨剑今天 杨剑今天 又一个没有抓上手的 确实是太不应该了 太不应该了 在预赛半决赛和决赛 一共三套动作当中 他就有四个没有抓上手的 今天的一场比赛就出现了两次 他的这一跳只得到了61.20分 好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杨昊 杨昊的这个动作相同 也是207B 很漂亮 杨昊也是没有受之前的影响 完成了自己非常漂亮的一跳 207B 这个动作对于杨昊来说 也是他比较拿手的动作 在此前的一些大赛当中 他也是经常拿到满分 他的这一跳95.40分 现在总分是449.25 达到队内所定出的标准 联军节 最后一跳是109C 向前翻腾四周半 报夕 这一跳还是跳出了自己的风格 和自己的水平 现在109C 就是向前翻腾四周半 报夕这个动作 已经成了男子运动员的标配 早在20年前 也就是在2000年那会儿 能跳这个动作的男运动员 其实并不多 那个时候大多数的运动员 还都是选择三周半躯体的动作 所以我们说随着社会的发展 随着跳水这项运动的进步 我们可以看到运动员的能力 强度 包括动作的难度系数 也在不断的往上升 好 接下来是杨剑 杨剑的最后一跳是109B 有一些可惜啊 他在今天的整套动作 应该说完成的都不是特别理想 109B这个动作也是入水不够的比较多 角度有一些大了 这一票只得到了82分 他的最后得分是493.40 好 我们来看一下杨炮 109C向前翻腾四周半爆息 啊 太漂亮了 然后的这个109没有任何问题 我们也听到现场的裁判是给出了一个十分 确实我们可以从这个慢镜头当中看到啊 杨浩的这个109入水角度非常垂直 最后是105.45 总分是545.70 打磨自己的动作 男子十米跳台的成绩 第一名杨浩554.70分 第二名炼俊杰514.45 第三名是杨剑493.40 女子十米跳台最后的比赛成绩 陈雨昕426.45分 第二名是卢维418.80 第三名是张佳琪377.05 男子三米跳板的成绩 第一名谢思义582.85分 第二名是曹元561.60 第三名是王宗元531.70分 女子三米跳板最后的比赛成绩也出来了 第一名是施亭茂398.60分 第二名是王涵377.25分 第三名是陈艺文 他的成绩是353.25分 好 最后让我们来看一下所有比赛的回放 这是谢思义的第一票 陈雨昕 谢思义的第二票 5353 卢维626C 视频帽107B 卢维的最后一票 5253B 陈雨昕的最后一票 5253B 陈艺文 5152 杨浩109 5253B 6253B 5253B 5256B 5253B 5256B 5255 5256B 5256B 5256B